好白 好白喔 你們有試嗎 它的角質堆積太厚了 有看到嗎 正常來講應該要看到 妳是不是看到那個毛囊 妳的頭皮應該要透透 看到妳那個頭皮的毛囊的下面 大概1公分0.5 就妳可以看到那個毛根 可是它沒有 你看它整個 就是帶得非常非常嚴重 皺紋 皺紋跟頭皮屑也什麼 一條一條的 皺紋長在頭皮上 不是 它不是皺紋 是它頭皮很老化 它的頭皮真的非常非常紅 是不是每個人頭皮都會很紅 不會 小蕾現在頭皮是軟化 老化的一個狀態 然後其實我會建議她就是 第一個她的頭皮清潔 妳不要用太強的洗髮精 因為有些像她頭髮狀況 她會想說我要膨 我就洗深層清潔 千萬錯誤 我會建議她頭皮要先保水 保水這個就是頭皮的化妝水 就是很簡單我們噴的 像噴這個的話 可以大概距離1公分 然後像這種化妝水 噴在頭皮上面的時候 只要噴5區 中間是低區 然後兩側 是各兩側這樣兩區 然後再後腦勺兩區 像小蕾來講的話 其實她按摩 我會建議她不要太用力 妳就這樣輕輕的 這麼輕 對 輕輕的 濕髮的時候還是乾髮的時候 都可以 而且其實它有香香的 它味道很舒服 我剛剛就是幫她噴完 這個頭皮的化妝水之後 我只是用手輕輕的 它其實頭髮就會比較蓬鬆一點 妳等它完全吸收之後 再幫她噴這個 防掉髮的 距離頭皮一樣1公分 這真的有差 然後 切記不要用力按摩 就是這樣 輕撥 輕輕的我就這樣 小蕾的毛囊 其實沒有那麼健康 所以老師 那我是不是也不適合每天洗 我會建議妳啊 就是玲如果真的把頭髮剪短 妳維持1到3個月 不要用洗髮精 每天用溫水沖 不要用洗髮精 我建議妳 現在弄完粉兒的頭髮是 站緊的 是從鬆的 而且她還是沒洗頭 總共會覺得整個頭髮清爽 整個人就很有自信